接下來又應觀眾的要求 要教大家做一個 我們綠枝底非常知名的一道菜 蒜香奶油蝦 因為我們那天有得到蝦子嘛 然後我們先 這邊是我們準備的備料 備料有 炒蝦 如果你有錢一點可以用明蝦 那我們這次選擇用的是炒蝦 還有呢 這是什麼 洋蔥 蒜片 小蔥 起司 奶油 蝦頭 蝦殼不用 蝦殼不用 我們現在剛剛 我們自己已經撥完蝦了 蝦頭要留著 就把整個炒蝦 對 把蝦頭留 蝦頭一定要留著 因為我們待會兒要做什麼 邊那個蝦油 然後呢 然後就很讚 不是啦 還要再做蝦高湯 蝦高湯 所以我們先把它 油取完之後呢 之後再加一點熱水下去 把它煮成蝦高湯 鮮味更提上來 對 鮮味更鮮 好吧 來吧 試試我們現在 首先我們先來煸蝦油 來煸蝦油 首先呢一定要用橄欖油 記得不要用那種粗炸橄欖油 就普通的橄欖油就行 這樣夠嗎 當然不夠 要煸蝦油耶 要很大量 對啊 然後等那個油熱一下 我們蝦子就可以下去了 可以下蝦頭 可以下蝦頭了 全下嗎 對 燙久了就不燙了 來 拌起來 炒起來 你是什麼時候發現 你對蝦子過敏啊 高中去做抽血檢查 但是所以你在高中之前 都有吃蝦子 沒有 我國中以前吃素啊 肉是慢慢一點一點試的 還沒試到海鮮 就發現我會過敏 所以我就 蝦跟蟹都沒有吃過這輩子了 你回去也可以做這道菜 給你媽吃了 好 但我沒罵自己嘗味道 對 對 蠻有道理的 所以我一個廚師是不是應該 做完要自己試一下味道 對 但我沒有辦法 你沒有 對 蠻有道理 當你 就是當你這道菜已經做完 端上桌的時候 你的臉可能也腫起來了 然後是過敏 代表這道菜煮好了 對 你現在在切 我切個小蔥 你有沒有聞到那個蝦的香氣 有 聞到那個蝦的香氣 大概就差不多了 不會啦 聞到不會過敏 有 你臉在腫耶 反過來啦 我跟林哥說你第一天出道 你 你這樣完全遮住到鏡頭了 對 然後呢 現在我們來 再回去煮個蝦湯 簡單的熱水 然後用剛剛熬製的這個蝦頭 這下去煮個蝦膏湯 然後給它滾一下 我們其實這時候啊 如果蝦殼還沒去的時候 我們可以順手 就是剝一些蝦殼 把其他備料備一備這樣 然後記得蝦子開備 開備把那個沙巾 它的那個沙場取掉 然後再切一些洋蔥丁跟蒜片 蝦湯熬一下就好了 差不多了 有沒有看到 看到了 攝影機拍得清清楚楚 沒錯 果然 要學 沒有你看這樣 哇整個 前輩就是前輩 冒煙 すごい 然後如果這時候 你旁邊有一個人 不想把鏡頭給他的時候 你就這樣 哦 但這個人就會自己想一點半這樣 還有溫度對不對 我們直接用 蝦油 來 我們加一點這個洋蔥 嗯 爆香 爆香 對 爆香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加速我們的 蝦子 蝦仁 蝦仁 我們 因為我們大概要做十個人吃啊 一次都給它下去好了 好 不要浪費啦 都下去啦 用火力啊 對啦 都下去 這個把它洗起來等一下可以裝好 然後就把這些爆香的東西 跟蝦子一起拌炒 加入這個 鮮奶油 好 要加多少 其實鮮奶油就是看個人 你想要奶香味重一點 你就可以加多一點 然後呢 你喜歡它稀一點 你就可以加多一點 那你如果喜歡它就是稠一點 你就加少一點 那份量其實你自己抓 稠一點加少一點 對啊 你看啊 我們現在奶油在滾了 那你越滾的時候 奶油會越來越濃稠 那你是加少一點就比較容易 看起來比較濃稠感 比較濃稠感 然後你看現在藉由奶油下去 然後讓這些洋蔥啊 釋放出它的甜味 然後讓蝦子能夠去吸收那個奶香 因為其實牛奶類的東西啊 很怕高溫 所以我們加入牛奶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火調小一點 不要讓它這麼沸騰 因為沸騰它很容易焦 然後呢 我們現在呢 可以自己下一些起司 起司 起司下去之後啊 整個會變得更濃稠 然後如果喜歡奶味多一點的話 我們就可以加多一點 所有的朋友們 可以依照自己喜歡的起司 可以去做選擇 那最容易 最方便買到的 一包黃色的那種起司片 超似的那種 超似的起司片 然後現在的那個奶香就很十足了 然後最後我們就可以關火喔 現在先關火喔 然後我們來調味一下 讓它帶一點有一點鹹味 其實是不用出現在這裡的 我跟你們一樣可以站在外面看就好 不行 你在我旁邊我才有安全感啊 好 我們來擺盤一下 然後 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可以先把那種不會流湯汁的 我們先固定好 然後湯汁我們等一下再慢慢加 再淋下去 然後呢這個其實白醬啊 你可以搭義大利麵 做燉飯也可以 所以說你的主食啊 或是搭麵包 我覺得也是一個不錯 這個沾麵包應該很讚 對啊 那些法國麵包有沒有 讓它去吸取這個 有蝦油的那種 有點像濃湯啦 OK 拿好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撈一點湯汁 把它淋上去 可以把那些 蔥 不是蔥 把這些洋蔥啊 蒜啊 放在上面 然後再來 我們這邊 上面加一點顏色 然後呢 我們自己種的迷迭香 OK 完成 幹嘛 漂亮 幹嘛 搭配